锦岸香中原路汉字墙路口27号凌晨发生一起酒驾车祸事故 造成30岁的理性驾驶受困车内 索性紧销到场之后呢 使用破坏键把人给救了出来 没有生命危险 而造势的罗姓男子经过酒册 酒册值高达0.76 遭警方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一辆轿车缓慢的行进路口 没想到下一秒却被快速行驶而来的黑色轿车拦腰撞上 瞬间强大的撞击力道 让两车失控顺势撞上路边灯杆 回到事发现场还可以看见碎裂满地的车体零件 连锁在号制上的监视器也被撞了下来 撞到那个便利档整个都掉了 然后四周围的方那个灯都灭了 那时候一度停电了 对对对 遭到撞击的车辆车体严重变形 30岁的理性驾驶还一度受困在车内15分钟动弹不得 索性在警销到场后使用破坏键才顺利将人救出 没有生命危险 其中有一名驾驶那个受困在车里面 然后我们立即用那个破坏器材将那个患者拨出来 那发现他右脚 脚步那边有骨折 然后我们刚才做固定 然后立即送往直击院救助 这惊心场面就发生在27号凌晨2点多 30岁的理性驾驶行驶在吉安湘自强路 中原入口时 遭到26岁螺性驾驶高速冲撞 经过警方九车后 发现造势的螺性驾驶九车值严重超标 事故造成螺男车上两名乘客 以及理性驾驶及其车上的乘客等 四人擦错伤送医救治 经查理性驾驶九车值为零 螺性驾驶九车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标准 那本分局依法以受侦办 螺性男子和朋友聚餐后 不顾危险酒驾开车上路 现在除了要面临公共危险罪 还要赔偿所有损失 记者徐立芹捷安湘报导